韓國瑜在罷免之後的發言 他提到這個一百三十萬都是投給他 他提到罷韓國家隊 他甚至提到這個 他覺得他沒有對不起高雄市民等等 我認為這個都不是一個正常 面臨罷免的市長 甚至是罷免之後的市長 應該講的話 有一件事情我非常在意 如果他真的想要避免罷免 我們有沒有在他整個被罷免的過程 裡面聽到一句拜託高雄人 把他留下來 有沒有聽到一句希望高雄市民 讓他還有機會把他想做的事情做完 有沒有聽到一次希望他能夠把這個 聳立的愛河摩天倫來完工 他其實完全逃避他選前 包含被批評跳票 包含落跑選總統 這一些這個指責 他只認為他是對的 也就是說他在某一個時間點 他把耳朵蓋起來 他不願意聽了 而想要跟他講話的人越來越多 最後這些人他不聽的情況 都變成了罷免票 這才是他這次失敗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他的個性繼續維持這樣子下去 而且想要操著這個所謂戰鬥欄的這個角色的話 我想國民黨的這個宮廷內鬥會在韓國瑜把這個政治風暴繼續帶進去黨內之後 這個他會繼續上演 所以你認為國民黨可能會出現宮廷內鬥 就現在已經有人放話叫江啟臣清真補選嘛 那這個清真的這個話呢 就被認為說他這一次在罷免韓國瑜的這場選戰當中呢 這個輸的灰頭土臉 那接下來呢就放話叫他下來 因為做一個黨主席 要能夠這個一大局為重 犧牲小我 那如果他選了不選又輸了之後 他的黨主席位置就被找地出門了 所以很多人認為 其實這都是韓國瑜的反撲 那韓國瑜為什麼沒有從九十三萬九千零九十票 這麼高超越他自己的得票數上面 有一些警戒跟戒慎之心呢 這個票數居然沒有在他的眼前 讓他有一些慚愧 或說有一些真的喜心革面呢 看起來好像要進行另外一次的報復行動 為什麼會是這樣 就是他的人格呢 還是一個氛圍所造成的這個博偉 你的就這個晉升觀察 投票給我的不一定喜歡我 但投票罷免韓國瑜的一定討厭他 討厭他雖然有很多理由 包含親中 包含這個跳票 包含他的形象 包含他落跑選總統 可是事實上國際怎麼看這一次的罷免 他是說臺灣人選擇 臺灣人選擇拒絕親中市場 因為在他上任之後 開始有中國的歌舞團進到學校表演 開始有民意代表小參通 開始他跑去中聯辦 我認為主要的原因是這個 那他如果要保持他的政治能量的話 只有一種可能 我認為是他的工作未完成 那他的這個工作 如果比高雄市還要長的話 他在臺灣要進行什麼樣的工作 這個是我們要去思考的事情 你懷疑他還有被交付的任務 對 跟他的親中的角色 必須進行反撲 事實上韓國瑜的出現 受傷最重的 高雄市已經這個灰塵拍一拍站起來了 在臺灣這二零二零的選舉 也選擇拒絕這個人 當我們的總統 可是受到最嚴重傷害的團體 其實是國民黨 從一開始的總統候選人朱立倫 到後來被人家說聲勢不錯的郭台銘 甚至還有被提到台面討論的柯文哲 都被韓國一個人全部打不見 然後國民黨進入一個 到底要用誰當共主的時代 最後到現在這個坦白講 不管是放話輕爭 或者是這個下一步要怎麼走 全部都牽動國民黨的命運 所以事實上韓國瑜 他在臺灣最 目前為止 最傑出的任務 就是讓國民黨講話 也不是 不講也不是 講對也被罵 講錯也被罵 所有國民黨的這個民意代表 其實我想對韓國瑜的存在 都不是持這麼正面的看法